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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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我们讲浪漫主义 就是说积极 消极 革命 反动的浪漫主义等等 现在看来这样一种划风是太机械了 从本质上来看 浪漫主义就是在两个极端当中 进行无限制的跳跃 它并无办法找到一个 终止这种跳跃的途径 找不到那个合适的度 也就是说呢 那个浪漫主义者要么住在北极 要么住在都市 要么就在喜马拉雅山 要么就在伦敦 他就是不断地在一个 路式与出世之间 进行无限制的跳跃 这样讲的太抽象 我们还可以说一些浪漫主义者 我们一想就想到那个 文艺不新有个作家 写了一部书 那个叫做唐吉科特 知道吗 一看到那个唐吉科特 就觉得他挺像浪漫主义者的 他那个人武功不高 但是他要保护天下妇女 是吧 他只是一个相胜 但是他把一个脸盆弄在头上 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什么 做了一个头盔 然后就开始去旅行了 骑了一匹兽马 是不是 很有意思的 这个人呢 要去和魔鬼作战 他认为风车是个魔鬼 他要去和魔鬼作战 所以呢 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他的心中呢 就充满着什么 一种 一种很大的秩序 一种激情 这种激情呢 有的时候来自于他的主观异端 我们说浪漫主义这个情节啊 也是人类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情节 在古希腊的人物里面 有个大哲学家叫苏格拉底 听说过 苏格拉底就非常有意识 有人说他呢 有两种人格 苏格拉底有两种人格 一种呢 叫做历史主义 所谓历史主义呢 就是唯知识德 什么东西 都叫有知识 唯有知识 才是真正的美德 叫唯知识德 唯有历史的知识 才是可靠的 他还有一种思想呢 就是零络对立的 后来那个苏格拉底 也挺有趣的 他有一个弟子 叫谁啊 叫布拉图 那么布拉图后来 又有一个弟子 叫什么 叫亚历史多德 布拉图和亚历史多德呢 分别代表他两个层面 亚历史多德呢 肯定是继承了 他的理性的一面 继承他的历史客观主义的一面 那么而布拉图呢 思想就比较复杂 他是继承了苏格拉底的 那个浪漫的一面 布拉图呢 也思考一些东西 叫理想类型 就是说呢 天下最好的东西呢 都是一种复制品 最好的理想的类型 应该在天上 那个东西啊 我们人间看到的一切 其实不过是理想类型的 不完美的复制品 所以呢 布拉图和那个亚历史多德呢 可以代表了两种类型 后来呢 还有一些人 跟着他们去学习 我们知道 亚历史多德带出一个 很有名的学生 就是马其顿的什么 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 那么还有在希腊呢 还有一种哲学家 有个住在牧桶里的哲学家 叫做劝鲁学派的 那个人叫迪奥根尼 那他住在牧桶里 所以我们说呢 这基本上是代表了 武学里的两个流派 像那个苏格拉底的那个弟子呢 应该说从那个巴拉图 这样留下来 一直到那个迪奥根尼呢 这种东西呢 我们看基本上应该叫器中 它是内在的 内功挺好的器中 而那个亚历史多德 到最后到了那个 谁啊 亚历史多德到了那个 亚历山大 那基本上是靠现实建功立业的 那个应该是建中 所以呢 那个器中呢 后来的代表就是迪奥根尼 然后亚历山大呢 就是建中的代表 那么后来那个亚历山大 要去东征了 然后他就想去建建那个 迪奥根尼 然后他跑到那边去 他不是以国王的身份去的 也不是以军事将领的身份去的 他去看看主要是以什么 以那个建中的传人 去看看什么 器中的传人 是不是 那他去看了 那那个迪奥根尼觉得他过得很好啊 你为什么要去征服世间呢 我们身边有阳光 我们过得很好 所以那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再回到苏格拉底的身上来 苏格拉底那个人呢 有一种洞察力 他的个性非常奇怪 说他的个性是什么呢 他的个性呢 就是他的直觉是批判性的 他的直觉是创造性的 这个意思也是尼采说的 尼采说苏格拉底呢 他的那个直觉是什么 是批判性的 他的直觉是什么 创造性的 这种东西挺好玩的 就是一看你就说你不对 直觉就是认为你有错误的 因为他太聪明了 一个太聪明的人 看一个比较一般的人 是不是觉得人家都是很有问题的 苏格拉底看别人 都是觉得人家都有 比较有问题的 所以呢 苏格拉底太聪明了 看别人总是觉得不行 他这种观点 基本上就是医生看病人 他看谁都是医生看病人 他到街上和人家聊天 一聊就知道你不对 然后这个叫直觉就是什么 就是批判性的 但是他这个好人 他的知觉是什么 是创造性的 他马上就创造出一套理论来 对你说你这样是不对的 你应该按照我这种做法 你才能够成才 你才能够成功 你才能够进步 所以呢 苏格拉底呢 他的性格蛮有趣的 他又有理性的一面 又有什么 又有浪漫的一面 然后他的直觉呢 又是批判性的 他的知觉呢 又是创造性的 有的人呢 他的那个直觉是什么 是批判性的 他的知觉也是批判性的 这样的人太厉害了 太没劲了 对吧 就是一看就是你坏 再想出办法还是你坏 是不是 那个呢 就是批判主义的 专门批判人的 我们有的艺术评论家 有没有这样的人啊 经常是一看你的东西有问题 再说还是有问题 对吧 这样就不好了 还有一种人呢 他的直觉是创造性的 他的知觉也是创造性的 那样的人是特别有趣的 他一看你就说 哎呀你真好 先赞美你 说你的作品简直是 前无来者后无古人 天下第一 然后他在教你 你应该如此如此就更好 这样的人肯定是 人间的天才 对吧 所以呢 如果直觉又是建设性的 然后他的知觉又是建设性的 肯定是人间的大天才 然后这样的人也有缺点 这样的人有三个缺点 一个呢叫做那个表现欲 一个呢叫做 怎么说 一个叫表现欲 一个呢叫做那个豪卫人师 如果就两个缺点嘛 如果克服这两个缺点呢 那就很好了 还有的人呢 还有的人呢 他的那个直觉和知觉 叫做那个直觉是创造性的 然后他的那个知觉呢是 批判性的 这样的人好吗 他的直觉很好 直觉很能创造 他的直觉呢 却是批判性的 正好和那个苏格拉一导过来 他的直觉很有灵感 什么东西都能创造出来 但他的直觉一来 他要进行批判 进行反省 这也是一种做学问家的一种思路 这种人呢 适合于当历史学家 是吧 艺术家呢 我还是最喜欢 直觉是创造性的 直觉也是创造性的 这样的人比较适合当艺术家 所以我们不妨扯远一点 那么我们又回到唐杰科德 那个人身上来 我们讲了几个人了 一个叫做什么 唐杰科德 一个叫奥德修斯 一个是苏格拉底等等等等 第二个尼布拉图都讲了 但是我们这样讲呢 是因为我们觉得 这些人个性都不一样 但是他们的身上 都有一些浪漫的情节 浪漫主义了和非浪漫了 是对立的 原因就在于浪漫的人 拥有一个比想象更大的空间 他没有这个更大的活动空间 他就活不下去 他要干的事情 总是要比现实 能给他干的事情更加伟大 他要有一个大的盒子 让一个小的东西 在里面晃荡晃荡的 他要用一个大盒子 来装一个小东西 或者他要一个大的形式 来装一个小的内容 这种人呢 就比较容易浪漫主义 他的想象力非常丰富 想象力非常丰富 浪漫者的第二个特征呢 是他是直指人心的 浪漫的人呢 他是直指人心的 不说谎的 他呢 代表着一种人类的理想 一个人的潜能 无限扩大的 这样一种潜能的一种要求 浪漫主义呢 是有方向的 当那个浪漫主义者 有的时候表现为 任性和野蛮的时候呢 这种方向感呢 就会把它拉回到正道上来 也就是说 他虽然有胡闹的一面 但基本上 他还是追求真善美的 他总是觉得 现实的东西 已经存在的东西 不够理想 他要去追求远方的东西 他总是要在遥远的地方 有一扇仓户 而里面呢 是点着灯的 所以呢 他是个理想主义者 说到理想呢 我们过去讲过几种动力 我们说希腊人是理想为动力的 有些那个传教者是以信仰为动力的 罗马人是以功力为动力的 还有一些人以生存为动力的 那么浪漫主义者绝对是以理想为动力的那些人 他们生存的那个动力不在外部 而在内部 他们并非是一些功力主义者 他们的目标太大了 简直就要到宇宙上去飞翔 就像徐志摩说的 飞啊 我要到天空中去飞翔这样 所以呢 他不能在一种人间的标准里面 去衡量他们的理想 你必须放在私性的框架里 去衡量他们的私性的理想 所以浪漫主义的最显著的特征呢 就是我们说的两极性 两极性 跳来跳去 这种两极性呢 似乎老不能找到 那个最本质的一个合适的动度 也就是呢 找不到一种动态的平衡 平衡这个东西也是很有意思的 有的人呢 他不能搞平衡 所以我说 我们经常开玩笑 你说那个人啊 现在挺好 你说你好吗 我说你不好 不好呢 我们不会说你不好 我们说 哎呀 你最近有点不平衡 听懂我的话吗 说你不太平衡 不太平衡 不太平衡 实际上就是很严重的了 就是很出事了 实际上就是说 你胡闹了 你变态了 但是我们要说的好听一点 你最近有点不平衡 这样 哎呀 你的话很有表现力啊 你的舞蹈呢 只有那个 艺术的那个魅力 就是有点不平衡 听得懂吗 对 然后呢 这个就是说呢 我们人还是需要一种 平衡 一种和谐 所以这样一种浪漫的一种东西呢 它呢 我们觉得很有意思 但是我们也觉得 东西方的浪漫主义呢 也是有点不一样的 那个西方的浪漫主义呢 我们觉得基本上还是一种 一种有趣的东西 叫做我们上次说过的四个崇拜 一个叫新价值崇拜 一个叫震荡崇拜 是吧 一个叫什么 一个叫断裂崇拜 因为他喜欢搞断裂 这一个阶段搞的东西 下一个东西完全是断裂的 叫断裂崇拜 震荡崇拜 震荡崇拜 就是说你没弄出新的东西了 他不喜欢 因为他是求心求意的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新价值崇拜 还有就是那种未来崇拜 所以呢 在西方的浪漫主义里面呢 表现出这么四个崇拜 新的价值是被认可的 因为要求心求意 不是求见这辈 那个震荡崇拜 还有呢 就是那个断裂崇拜 还有一个呢 未来崇拜 所以这样一种情况呢 对于推动西方文明的发展呢 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的 但是东方很不一样 东方的东西和西方的不太一样 它有很浪漫的一面 表现在中国的诗里面 中国的国画的意境里面 中国的那个图腾崇拜啊 有两个特征 一方面它是无限的 那个 无限的那个高境界 一方面呢 是非常简朴的平凡 中国那个玄的那一面啊 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 桃园民要武弄无玄之情 以记其意 我们经常说的叫什么 大音息声 听说过吗 最好的声音就不要听了 大音息声 大道无数 包括中国里面最好看的动物 就是凤啊 龙啊 是不是 那就是那个龙还不能让你看到呢 叫做神龙什么 见首不见尾 凤王呢 也不能让你经常看到的 还有麒麟 麒麟这个动物 有人说是不像 其实古代也不是说是不像 所以我们说的凤啊 龙啊 麒麟啊 这都是现实家想象的东西 代表了中国那个文化里面的 那个形而上的一种浪漫 你说那个浪漫到什么都没有了 可以吗 不行 浪漫还得有形 但这个有形到最后是 一种基于一种意境里面 基于一种精神里面 而不是基于食物里面 但是你是不是把食物完全不要呢 还是要的 还是要有一点食物 但是他这个食物已经进行了改变 就像那个龙 就像那个凤 就像那个麒麟 它有点像我们生活中看得到的东西 但又是高于我们生活中看得到的东西 这样的情况还有陶渊明要五弄五弦之情 以计其意 那么你说没有一个情可以吗 他就五弄五弄 那就变打太极拳了 对吧 他没有个情 他就不能计其意 所以我们看中国的浪漫的一面 境界极高的浪漫的一面 他还是要有一定的物质的东西 来作为他想象的依据的 想象的再提的 包括我们中国的三水化 他强调意境 但是还得把那个三水化出来 虽然化的以后是一种以气 以意境 以境界 以底蕴 来作为他思考的 追求的目标的 但是他还是有一定的形在里面 但是中国的图腾里面 还有一个与生活很接近的东西 譬如中国的十二生肖 那就是什么 小白兔 小狗 小猪 小羊 还有什么 蛇 还有什么 这些东西生活中 小马 所以这些东西 就是和中国的文化 正好是构成两个东西 一个离生活特别近 近到比比皆是 一个离生活特别远 所以这当中留下一个巨大的空间 行而下的一面 离生活特别贴近 所以中国人还以这种生活贴近而高兴 你说什么呢 我说老鼠的 你知道我说老鼠的 我说蛇的 我说狗的 我就是小狗 狗狗 所以中国人特别自豪 所以他很开心 但是中国这个两个浪漫 现实与浪漫之间 当中缺乏一个东西 是西方人有的 我们比较少的 那就是猛兽崇拜 我们说的猛兽崇拜 你看西方的文化里 有一种东西就是恶语崇拜 那个鹰的崇拜 熊的崇拜 是吧 你去看人家的国旗好了 很多国旗就是熊 鹰 鹅鱼 老虎 狮子 然后这个一种猛兽崇拜 是西方文化里 是表现得比较的典型的 但在中国的文化里 那个猛兽崇拜 表现得不太典型 这就是因为中国 是个农业民族 中国是喜欢搞和谐的 搞统一的 所以中国的 那个行而上的一面 要比外国还要行而上 行而下的一面 要比外国还要行而下 就是特别接近生活 当中的猛兽崇拜 中国不如人家 你去看看北大西孝蒙的 两个石狮子 看了半天 你觉得它不那么厉害 中国的石狮子 叼到最后就不是猛兽了 变成那个笑龙 非常含笑的那个狮子 中国的老虎像猫一样 像那个龙虎斗 它不斗的 所以中国的猛兽呢 凡是融入到 中国的文化的整合里面呢 就变得一个 比较和蔼可亲的东西 所以这是很奇怪的 所以呢 这种情况呢 也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 你比方西方人 要用石头造房子 很好的一个景观 上面造个城堡 那么一下子就把那个景观 自然景观给破坏了 所以你想想中国就不做这个事 你想想如果在那个 黄山上面造个城堡 那么那个什么 泰山上面再造个城堡 所有的东西都造了个城堡 变成一种人为的景观 变成一种被征服的 这种征服感 那就没去了 中国人喜欢在上面造个庙 对吧 造个道教的庙 造个佛教的庙 喜欢天人合一 喜欢在那个 在个自然情操的上升上面 再去找到一种精神的寄托 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呢 显然呢 是和西方不一样的 我们说西方也有形而上的一面 你比如说中世纪 有一个哥特式的教堂 哥特式不是一种很 很那个瘦的吗 他就是人的灵魂 甚至那个教堂的尖顶 那么行而上去和那个天上的神 那么精神的灵魂呢 通过那个尖顶呢 就行而上到神那里去了 你想这样一种表达法 和中国在一个黄山啊 泰山啊这样好的上面 造一座很和平的庙 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吧 不是一样的 对吧 这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呢是好像你在一个大花园里 你走啊走啊 你就走到自然的极限了 走到自然极限里面呢 上面又有一幢很和平的一幢房子等着你 而里面的是一些神 神呢和你很亲近 所以呢在中国的这种 一个风景区上面 该座庙的这种表达呢 而把一个和那个西方的 把一个建筑物变得很瘦 变得只有骨骼 而没有那个肉体 然后呢让你超凡路胜 竟只有灵魂顺着那个肩顶与上天去交流 这个表现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从这种情况来看呢 我们看到东西方文化表达那个浪漫呢 有各种不同的表达法 那个中国这种表达法呢 实际上是一种很诗意的表达法 很诗意的那种表达法 我们叫做诗性生成 那么西方那种表达法呢 它实际上呢 是一种很强的一种 个性的一种表达法 应该说就是猛兽崇拜 哇 骨骑 感谢观看